电视剧收音机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胡平 今天是2019年的2月19日星期二 农历正月15 也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 好 首先来看一下新西兰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奥克兰今日晴 气温是19度到24度 首都惠林顿呢 今日迎来了多元的天气 气温略低 18度到23度 柳城市皇后镇呢 今日是一个阵雨的天气 凉爽宜人11度到19度 南岛城市淡尼丁呢 今日是零星阵雨 气温是13度到23度 好 首先来看一条本地新闻 总理杰森塔尔顿昨天呢 在TVNZ的节目当中表示 他并没有将中国的电线业巨头华为 排除在新西兰5G的网络建设之外 那么如果未来的新西兰的情报机关 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能够被化解的话 他就可以接纳华为成为 新西兰的5G供应商 准寸塔尔顿表示啊 确切的情况呢 是GCSB呢 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存在疑虑 GCSB呢 将继续进行评估 看一下是否呢 有可能打消疑虑的可能性 GCSB的评估呢 是独立的 他表示呢 对他们非常有信心 阿登特别强调啊 GCSB呢 对此进行评估呢 这个流程呢 是由前国家党的政府制定实施的 在GCSB做出使用华为建设 5G网络有关国家安全隐患的初步评估后 工党政府呢 拒绝了Spark使用华为建设 这个5G网络的请求 但是阿登也表示 他不认为呢 如果未来使用华为的产品 会导致新西兰被排除在无言网络之外 阿登相信啊 新中关系的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 但是他说呢 外交事物呢 不会总是持续不变的 在过去12个月里的 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 新西兰呢 一直以来呢 都是采取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我们正在一个一个解决问题 好 再来看新闻 如果上周的NewsHub民调的结果 还有人让人有点将信将疑的话 那么昨天晚上出路的最新民调结果 再次坐实了国家党目前的危机重重 那么在这个最新民调当中呢 工党的支持率比去年11月呢 还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达到了45% 国家党呢 则下降了四个百分点 只有42% 那么在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当中呢 现任总理 詹森塔顿的支持率呢 上升了五个百分点 达到了44% 反观国家党党会 Sam Bridges 只有6%的支持率 詹森塔顿对于工党 取得这样的支持率 表示非常的高兴 他表示呢 这说明大多数的新西兰人 对于联合政府的执政呢 表示还是非常满意的 不仅如此呢 他们也同意 我们为新西兰的未来设计方向 Sam Bridges对于 支持国家党的民众呢 也表示感谢 他指出呢 民调结果一直在变 而现在呢 距离2020年的大选呢 还为时尚早 过去几个月呢 国家党一直抓住 工党的KVBuild的政策 穷追猛打 而事实上呢 KVBuild也的确遇到了 很大的问题 然而呢 这几乎没有在民调当中 影响工党的支持率 甚至呢 还有所上升 看来啊 这个Sam Bridges 是时候应该思考一下 是否应该调整方向了 好 我们再把视野转向中国 近日呢 美国航天局呢 等机构研究人员 在新一期的英国 自然可持续的杂志上 发表论文说 他们在分析了 美国航天局 特拉号卫星和 阿卡号卫星的 观测数据之后发现 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 新增的绿化密集当中 25%以上呢 是来自中国 中国对于全球 绿化增量的贡献 居于全球首位 那么美国专家表示 这项发现呢 与人们原本设想的情况 是相反的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通过植树造林的 这个提高农业的效率 使得其在全球的绿化方面呢 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发达国家 中国贡献了42%呢 是来自植树造林 32%呢 是来自于集约农业 那么集约农业呢 可使人们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 种植更多的农作物 而北半球呢 大规模的这样的 植树造林等互林 的活动 更加显示了 人们因素的重要性 好 我们再把事业转向美国 美国总统彭斯呢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 尴尬五秒 被媒体捕捉到了 那么据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 17日报道 这一幕啊 出现在彭斯向大家 转达来自总统 特朗普的问候时 但是大家呢 这个反应是完全不是 彭斯那样所期待的 当时啊 彭斯在正式发表 这个演讲之前呢 先问候了大家一番 然后呢 他说我带来了 第45届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的问候 当说完这个据问候时啊 他停留了五秒钟 CN认为呢 彭斯的停顿呢 是在等待现场 各国领导人的掌声 但是没有想到呢 现场听众也是一片安静 没有人鼓掌 当天啊 彭斯与默克尔打擂台 那么默克尔在发言时呢 批评美国的这个孤立主义 对当前全球的这个单边主义 倾向发出了警告 呼吁改革 但是彭斯呢 在紧随其后的发言当中 几乎样样都跟默克尔唱反调 美联社呢 注意到呢 这个与默克尔在演讲当中 得到了罕见的 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不同 彭斯呢 几乎没有得到掌声 好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胡平 我们下一时段见